大家好 我是來自文華高中的黃柏玉 那大家好 我是來自文華高級中學 宇治班3.18班學生 繁星89級分一趴上 台東大學會計系的學生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 台中市立文華高中的董望珍 然後我的老師就是這本書的編著者 然後我們班的話 就是在他的帶領之下 我們班的平均有達到 全國的頂標 社會課 對 學測當下 其實看到考題的心情大概就是 有點累吧 前面幾題可能都是比較多文字題的 所以看完之後其實很累 然後突然看到地理的考題 其實就覺得說很平常 就很像平常考題會出現的 因為蠻熟悉的 因為其實今年的學測 也沒有出得到很難很難的一個程度 所以其實看到考題的話 很像平常考試的樣子 還蠻放鬆 而且還蠻開心的 因為說真的 數月課是最後一科 然後在前面又經歷那麼多淬殘 再難都不會有數A難嘛 告訴自己慢慢學題題 慢慢解題 一開始在還沒看到題目之前 我會先試著深呼吸 我在模擬考 都習慣做的動作 這有深呼吸可以調整我的一個韻律的呼吸 然後我再進一步的打開題本之後 如果你能夠掌握每一題的 考題的概述 就是他每一題他考的概念是什麼 你能夠把握住他的概念 基本上你現在就已經很冷靜沉著了 所以看到考題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不緊張也不害怕 反而是沉著冷靜地面對每一個題目 他到底在考什麼 那我剛用什麼方式去解題 而因為這樣子的方式 我每一題基本上用同一個方法 速度也越來越快 而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就是很從容自如的完成 那以社會科為例子 就是我當時候在考的過程當中 知道歷史、地理、公民 可能混著考 那我當然知道他可能混著考的意義在哪裡 也知道如何去綜合這些理念 最後這些概念然後去解題 那當然我考完之後 有非常充分的時間 再回去從頭看一遍 呃...好好學地理對我的幫助就是 他其實裡面的專有名詞定義得很清晰 因為其實108課綱就是主打素養題 或是那種圖表式的題目嘛 他這裡面的話其實圖很多 然後呢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圖表判讀很有障礙的 他這裡面都會幫你很清晰的整理出來 這樣子 像是就是其中裡面就是那個 秒懂便利帖的部分 像他會解釋一些時差 然後比較用一個真實的案例 然後下去算嘛 那這樣子的話在學測考試的時候 就是可以想到那些 然後想到那個概念 然後想到這個 沒有這種便利帖裡面的內容 我自己高一高二沒有到非常地認真 那他對我最大的版主就是不用回去找課本 他裡面文字已經幫你統整好表格 然後再加上圖的部分 因為其實很多複習講義會省略圖的部分 那我覺得地理這個科目的話 圖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其實大部分的時候考的是 就是一段敘述 他會再搭配一張圖 然後問你他是在哪一個位置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你會從 比如一個國家 你會從他的相對位置 然後他那個附近的氣候區 然後你可以去推論那個答案出來 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好學地理 這非常有用 然後再加上他的題目的部分 他有分史詩題跟素養題還有大考題的部分 史詩題跟素養題的部分都有 就是108刻端的手寫題 就是我覺得這是歷屆試題沒有辦法練習的 然後好好學地理裡面也有 我其實很喜歡這一本 好好學地理講義的原因 其實有分三點 第一點就是 他其實是有個表格化整理的 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他裡面的內容 他其實就是說你地形為例好了 在地形當中你會發現到 不管是河流風機地形 甚至於說我們說 比如說海岸地形好了 其實他在地形的分類上 我們會發現到 地理其實在這個方面很難 而且我們也很難掌握到 每個地形它的特徵在哪裡 但這一本不一樣 他是透過表格化的整理 分層的去討論到 每個地形的特色 並且歸納做整理 我們不需要做太多的步驟 我們便能掌握到 他每一個概念在考什麼 而且我們也可以從裡面內容知道 每個圖片 還有他那個演變的過程 這本書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可以利用表格化整理 讓我們清晰明瞭的知道 他每一個在講什麼 而且我們很清楚的 可以辨別每個地形氣候的特徵 它有所謂的秒懂便利貼 也就是我所認為的特殊記憶法 它其實會用很特別的方式 結合一個地理的概念 不會讓我們很死板板的 去記課本上的內容 而是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記憶 考場上的時候 能夠充分掌握這些記憶法 這本書內容 不只是只有表格化的整理 並且它還加入了地圖這個東西 我認為地理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是在於所謂地圖的視覺化的呈現 視覺化的呈現在於 我們可以知道國家 氣候、陽流 並且它們在哪個維度、精度大 我們可以知道每個國家所在的地理位置 而這一本最大的特色就是 不只是呈現世界地圖 它也呈現每一個地圖的 上面的每個區域的國家 它們各區域的地理特色 它可以描述得非常完整而且清楚 然後它也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每個地形、地貌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氣候跟陽流 所以我認為如果能夠透過地圖的 那種概括化 以及我們剛剛講的視覺化的呈現 這一本《好好學地理講義》 能夠讓我們對於所謂的地圖 有更充分的清楚掌握 而且我們更能夠去記憶 然後這時候我認為《好好學地理講義》 這麼好用 然後也幫助我在大考上 能夠考出色違十五級分的原因 就是把每一科都安排一個進度 就像是你每個禮拜讀一個單元 就是你不要以日下去分別說要讀 就是比如說我一天要讀多少 然後把一天然後累積 然後讀完很多這樣子 就是這樣其實很累 然後你也很有壓迫感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是 以一個週然後複習一個單元 然後複習完到最後之後 再複習第二次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在這期中的話 就是你讀一遍 然後就可以用一個螢光筆畫一個顏色這樣子 然後讀第二遍再用另外一個顏色畫 這樣子你到考試的前一天 你會知道說你自己要看什麼 因為你這樣才不會很緊張 然後考前一天 那你就看你以前畫最多重點的那一個 那一個專有名詞或是那一個概念或是那張圖 那你在飛旋或是在選擇題的作答上面 就會很清晰很流利 然後很快 就會像平常一樣 買社會參考書的話 就是地理這顆的話 那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買 好好學地理喔 而且這封面看起來也是很文青的啦 保持一個還蠻規律的作息吧 比如說7點起床讀書 11點睡覺這樣 作息很亂的話 就是可能在學測當天 那個狀況沒有對上 就是還要配合學測當天的考程 然後讓自己熟悉那個時間 要做那件事情 整理錯題本這些事情 已經還蠻多人講過了 那我自己 我自己不是做錯題本 但是我自己寫題目的時候遇到不會的 我通常會直接回去看 我不會想說 欸我這一次一定要全部寫完 或者是在時間內 然後要完整的寫過一遍 我會直接回去看那個重點 然後我想說 我一定要把它寫搞懂 但是我會在題目上注記說 這個題目的概念是什麼 那我如果在第二次複習的時候 我就會再回去確認一下 欸我這個概念是不是懂了 然後也會把它疼到我自己有一本筆記本上 通常上面是疼概念 而不是錯的題目 我可以建議學弟妹們 或者是考生們 四大部分可以提供你們做建議 第一部分就是所謂的目標設定方面 在目標設定方面 我建議你們能夠 循序漸進於小到大的方面 比如上次講好了 因為在高山上 我們會有很多次的模擬考 然後到學次之前 就希望你們這段期間 能夠循序漸進 知道你每一次考試考多少 下一次希望你往上提高幾幾分 但你不要透過一個突然拉高的方式 讓自己增添太多壓力 你必須穩定的讓自己 有一個所謂的 我們說的Gradual Progress 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讓自己在目標設定上 能夠更往自己的夢想邁進一步 第二部分就是所謂的讀書計畫 很簡單 就是數學、國文、英文、主科都要把握住 國文、英文、數學 不只是在學測 在分科也扮演主要的角力 因此國音術是你們必須最掌握的主科 再來第三點就是所謂的時間管理方面 必須要把握高二升高三的那個黃金暑假時期 以我為例子 當時候我其實在七月八月的時候 就已經將所有科目學測範圍 就全部讀過一遍了 那原因就在於我能夠善用暑假在家 這個時間自習自修 我不會最近有老師們循序漸進的讀 還有所謂的帶領 我反而是自己先把所謂的 之前在高一高二高三的課本以及講義 都再讀一遍 以此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好那我接下來在高三上這段時間 我可以更輕鬆的面對模擬考 我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 你早收中午跟晚上到底該怎麼去分配 分配早上數學跟英文 然後下午讀復科 因為早上基本上是你們的經歷最旺盛的時候 所以如果能夠在早上掌握所謂的主課優勢 其實我覺得你們已經在學測上面已經贏了一半了 就是文創管理類似產業的那種 國北教的話有 好像台中教育大學也是有 但是他比較偏設計類 但是好像國北的話是可以 可以選擇那種商業經營的那種 想要行銷然後經營這一塊 說要去台北體驗夜生活嗎 這倒也是因為在台中的話有住在家裡嘛 然後爸媽就是有時候也管比較嚴 然後出門的時候也還是要就是 家裡長輩就是會覺得說 你規定幾點要回來之類的 就是比較約束嚴格一點這樣子 玩的社團是科研社 科研社 對 對其實我是文組的生 但是我之前家的社團是離組的 就是比較搞實驗相關的 那這次學測有考試嗎 沒有 不想知道自己的程度 對我之前模擬考的時候 其實考出來就蠻糟的 對 多一點是興趣的 對因為我在裡面也是公關加活動 對 想要讀財經管理那部分的課系 就是 就是比較符合未來趨勢吧 對 對 對啊 我目前是想上政大 就是算是 他政大其實在商學院的部分 算是全國蠻頂尖 就是好像前幾志願這樣 優先的話 嗯 選校吧 因為其實 其實很多老師都告訴我們社會組 應該要先選校 再選系 這樣 就是 因為其實社會的概念是 社會組的就是有些科系的概念是相近的 就是你可以先進去之後再去聽旁聽一些課程 或者是雙組修選 輔修之類的 呃 我其實沒有很接觸社團這一部分 因為 但我參加過蠻多社團是真的 就是 就是 沒有一個很固定的社團 因為我每一個都沒有 我就想要多多方面的去嘗試一下 比如說我就加入過辯論 然後也加入過美術 親愛也有去過這樣 比較有興趣的話是 我覺得收穫蠻多的是美術社 因為我做 自己做了一個環保的提袋 那個就是 現在因為我其實蠻喜歡喝飲料的 那 飲料的提袋其實對我也蠻重要 然後再來是 他的圖是我自己親手畫出來 那個意義對我來說就是不一樣 我從高一時進來 就一定就已經選好要選頂大商館 但一開始其實我 有猶疑說我到了要選財經系 還是選快遞系 然後到高二的時候 我在自主學習的課程方面 我選了我先選了會計系 然後我選了會計系才發現 我對於會計系有一個很大的熱閃 是我同時擁有英文跟數學的兩個實力 而且我都很充分的應用在我的自主學習的初級會計學上 因此我對於會計學有充分的一個認識 而且我也更少了解 會計學到底在我們的社會 甚至社會的智慧生產上面 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會計學是一個我們會去做一個數據分析 或是做一個報表成立 甚至最後我們會結合所謂的人工智慧 對然後結合各個產業 所以會計系是我覺得很專業 而且在未來的道路上是一個很難被取代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會選擇會計系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此外我覺得會計系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因為我父親就是從事會計的工作 所以我從小就是會計其實就有很大的興趣 因為我的社團是比較海鷗型的 因為我覺得桌球是一個沒有任何壓力 然後可以隨便你打的 來自不同社團的人 棒球社、宇球社、籃球社都來這裡打桌球 再來學其中是怎麼跟背景的 我在高二下的時候 我在高二下的時候一開始是因為我有 我是語字班 所以我會有專題的研究要做 然後又加上我們一些特色課程 然後加上我們很多的一個活動 英文的一些活動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根本沒辦法想說 我可以把這兩個課業跟課外的能夠併合起來 甚至能夠達成一個平衡 那直到某一個時期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 英文已經開始邁向了所謂的學測的那段時間 所以如何掌握課那個課外 我有一個小秘訣就是 我將課外活動的時間 把它放在我在回家 或者是所謂的下課之餘 也就是說通常很多人下課都是去補習 而我是在家裡把報告 或是活動全部都弄完 那課內怎麼辦呢 課內我掌握了在學校讀書的時間 早修、上課、下課 這段時間我都是拿來讀書的 所以我在讀書效率方面 其實我已經不用再花這麼多時間 回家還要去讀課內的東西 而且可以把這些時間 弄在我們的報告活動上 我考了六科 然後分別是數A、數B、國文、英文、社會跟自然 然後我除了自然十四級分之外 全部都是十五級分 然後在最後我可以建議各位在 大家就是在心態整理方面 心態上面我希望大家能夠穩定 然後能夠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cademic work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將課餘的活動 課外活動跟課內的課業維持一個平衡 相對容易困難 因為高中很多的活動 希望大家也當然能夠理解 但是也希望各位在課外活動之餘 能夠想想自己如何把握住這段期間 好好的讀自己的書 好好的把握學測這段期間的一個讀書的黃金時期 所以課外活動跟課內的課業 請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將重心放在課內的課業上面 那也希望各位就是如果在未來 你們到了高二甚至到高三 你能夠掌握這個要點 並且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情 也希望能夠好好的犧牲一下你們的娛樂時間 當然我跟各位講就是 休閒是必要的 因為心態上如果壓力太大 你們反而沒辦法正常發揮 所以我認為可以透過運動啊 聽音樂等等的方式 讓心情會相對放鬆一點 但是也不要把重心放在所謂的 娛樂活動上 反而如果能夠將自己的一個心態 掌握在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步伐上 在一個課業上面能夠循序漸進 I hope everyone can be progressive and earn their success in the future 這是我89級份學長給各位的建議 ぜひ你它們可以掌握一下 我可以就知道 isa照片 x4 �